为响应华山基金会为独居长者送年菜的活动 秀丰福伦社今年再度号召社友捐赠了年菜20份 并且这次还找了戏指福伦社一起加入 再加了加码10份 而19号也将爱心送到位在水源路上的华山基金会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只招募到五成 不到一个月左右就要过年了 福伦社希望这次能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独居长辈过好年 华山基金会每年都有发送年菜活动 帮助孤苦无一的独居长辈好过年 秀丰福伦社今年是再度加入送爱行列 社友们自由乐捐捐赠20份的年菜 比较不同的是去年送年菜之后 也受到戏指福伦社的响应 今年也捐了10份 19号上午也将木得的这份爱心 送到华山基金会戏指展 我们社友们就是自己三份两份五份这样子捐出来 那当我们提出老人加菜金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我们的母社的戏指社的社长 那他听到的时候他就说 哇你们秀丰社的人很少才十几个 那你们都愿意把你们的爱心用在当地 在我们戏指服务这边的老人 那他很感动 他就说我出10份 那所以今天呢 戏指社的社长他也把他的加菜金交由我 来帮他交给今天的戏指站的那个站长 那今年度呢我们全台是要送 两万多位长辈这个爱心年菜 那在我们的基隆新北 就是在戏指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需要的分数大概将近要1000份 那目前的话呢 总共大概完成大概将近六成左右 那我们希望在过年前 目前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 像我们的爱心社一样 就是我们的戏指服务人社 以及我们的秀丰服务人社一样 可以炫出他们的爱心 一起来帮忙我们老人的年菜 这张照片就是往年 华山基金会送餐的情况 每年过年在大家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候 独居长辈们却只能一个人过 所以赶在过年前 华山基金会就会开始把年菜 送到老人家的家里头 而根据了解 今年要送餐的长辈比去年多 除了感谢服务人社之外 因为今年年菜募集状况不如遗忘 到目前为止 细子只目到了两成多 比新北市不到六成还低很多 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 华山基金会也期盼 社会各界能够发挥爱心 那其实全台服务这么多位长辈 两万多位的长辈 我们当然希望 每个长辈能够在过年期间 可以有安顿 就是说他们的三餐是无余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有缺口 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这段时间 可以支持我们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其实不是很多 那也许我们这样子能服务几位老人 但是透过我们希望我们年年 或者是能够感染更多的人 能够把这个爱心用在这边 当天也有民众来捐年菜 一份两份不嫌少 希望能够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就要过年 希望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独居长辈也能过好年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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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